除了逗人精彩的歌声之外 金马掌红毯上头 忠心遗疾 让外界很关心的 还有这个焦点 就是他们 两位 就是大S前后两任男朋友 宅宅周一鸣跟蓝振龙 两个人有没有心结呢 互动如何 其实两个人被问到这个问题 都一口同声 说看到对方会say hello 会打招呼 但是我们也发现 在他们呢 现场就是没看到 两个人有任何的互动 两位 欢迎 挽着Ella的手 宅宅周一鸣身穿 异形黑色西装 帅气走上金马奖红低毯 不过外界好奇的 还是他和昔日情敌 蓝振龙的互动 很猛 对 现在为什么不太 我们认识 表明不避讳 和蓝振龙来个正面接触 周一鸣还大方说 有机会愿意拍蓝振龙 倒的戏 可以啊 我很欢迎每个人 都在我拍片 但是前提之下 就是要好好关注一下 周一鸣表现 落落大方 和他中间只差一组人出场的蓝振龙 听到周一鸣的名字 则是愣了一下 蓝振龙表情显得有些尴尬 毕竟两个人多年没有同台 一出场就面对洗礼问题 他似乎有点招架不住 蓝振龙要周一鸣给个好价码 不介意一起同台标系 不过却不愿意多说几句就草草离开 大艾子前后两位男友 在金马颁奖典礼上狭路相逢 都说会打招呼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先开这个口 中间新闻 我先吃雨新竹采访报道